Leica 的 90mm M 鏡頭有很多選擇 當中亦有很多花名 例如 M 鏡的 92.0 第一代 大頭狗 還有 Tele Almeric 的 92.8 分別有肥狗和瘦狗 還有一支只有三片的玻璃鏡頭 我們稱它為三片 還有產量眾多的 90mm 四光圈螺絲頭鏡頭 我們稱它為狗棍 而最特別的一支 可以拍攝到近攝的 90mm 鏡頭 又是一個新縮頭 我們稱這支為縮頭近攝狗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 Frankie 這次跟大家說一支 90mm 鏡頭 遠在上世紀 50 年代 已經有一支縮頭的 90mm 出現 因為這支 90mm 相對來說比較長 Leica 製造了一支 可以縮短的 90mm 鏡頭 但事與願違 因為它製造出來是比較重的 再加上頭就縮了下去 尾部就突出來 所以當時是得不到預期的效果的 去到2003年 Leica 就推出了第二代的縮頭狗 在繼續下去之前 在這裡跟大家買一買廣告 我發現其實很多看我們影片的觀眾 其實是沒有訂閱我們的影片的 如果你不想錯過我們任何影片 記得按訂閱 還有選擇全部通知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套的影片 好 原歸正傳 說回這支 90mm 四光圈的鏡頭 除了可以縮頭之外 還增加了一個近攝的功能 再配搭一支Trialma 2835 50 就是一個完美的套裝組合 這支鏡頭最近的對焦距離 一般的情況是去到0.8米 但再配合一個Adapter 其實可以最近距離去到0.5米 對於90mm來說 已經是一個比較不錯的近攝距離 當年是沒有數碼相機的 只有菲林機 就算去到2006年 有M8的出現 再後期2009年有M9的出現 但當時的相機都是沒有Live View 所以只可以用Range Finder去對焦 這支鏡頭最大光圈並不大 4光圈 而最佳的光學質素是在5.6光圈的時候 雖然它不是APO 亦不是一個AS Picture的光學設計鏡頭 其實影像質素也是非常不錯的 畫面結實 以及有很多豐富的細節 今次做一個遲到了23年的開箱 這個就是11629 即是一支90MHz鏡子一套 這個版本是黑色的 首先看看是有一個眼鏡的 這裏是可以移動到是Range Finder對焦的 這個電位 這裏是一支鏡頭 後面看到其實它都是有6-bit 曲的 即是說你拿到手機上 它知道你已經知道是甚麼鏡 這裏就是一支鏡頭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是連接一個遮光罩的 首先看看它是可以這樣鎖實的 這就是一個正常的距離 可以拍攝的 後面你看到有距離尺的 最近對焦是0.5米 去到0.76米 而正常的距離是無限遠 去到0.8米 這個遮光罩是可以這樣吸收的 如果不用的時候 最小的體積就像剛才拿出來的那樣 縮進去 吸收 再蓋住 這個尺寸就很小 還有一個小盒子 這個小皮套是甚麼呢 這個是一個Angle Finder Angle Finder 可以安裝在View Finder的位置 可以扭進去 很多時候我們拍攝近攝 都是一個低角度的位置 變成在對焦的時候 用了這個Angle Finder 就會比較好 而且如果有時是直到的話 也是有幫助的 現在這裡有一部M11 一般的情況就是這樣 看到這裡的對焦距離 就是無限遠 去到這裡是0.8米 後面這裡又有一個對焦距離 但你會覺得這麼奇怪 為甚麼在下面呢 現在跟你解開一個迷底 扭下去M11 經常一樣是紅點對紅點 按一聲之後 你會看到 它的位置 就自動去選擇了是微距的 就是因為戴了眼鏡 它會拍攝近攝距離 這裡就是0.76米 去到0.5米 安裝上機器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了 看到這個近攝距離 至於比數碼相機用的 Adapter 就是這個 這個新版本的 當你拍攝普通近攝距離 這個時候 就可以調校這裡 去對焦距離 當然要用Live View去對 如果是影無限遠 或者是正常距離 可以將它縮下來 這個版本就沒有這裡鎖住 新的版本就可以在這裡鎖住 但是功用和光學設計 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Marco的94 加上一部M11去拍攝 這個戶外景 大致上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都是很清晰的 我們現在嘗試放大100% 看看細節 看到骨線都很清晰 你看玻璃後面 我相信是一個鐵或金屬的物體 看得很清楚 它反射出來 這個戶外 擔作一把黃色傘 這裡我們再看看 放大100% 連這個遮蓋上面的 皺摺都看到那些細節 這是100% 我們看看色彩方面 這個叮噹藍很漂亮 配上一個紅色的嘴 看看細節 原來有些水痕 原來有些水痕 也能看得到 Vendering 也是很漂亮 看看對面岸 看到中環大廈的鼻雷針上面 還有一些細節 這張照片就看看大光叉的情況 但是在觀察之下 看看地下的地方 暗位也是出到細節 光位也是有的 好 再看看這個室內的環境 當時用了五百分之一秒 ISO推得很高 這裡看表面 有沒有什麼 放大之後看看 看看鐵的紋理 嘩 簡直是有點誇張 雖然這個不是一個APO的版本 但出來的質素 真是多於可以接受 非常好 看看裡面 半室內 有燈 又有戶外陽光的情況之下 它的處理色彩方面 都很好的 還有一張是類似的 有燈 有戶外陽光 效果也很好 下面這一張有樹有成 穿過葉的位置 看看色滲的情況 色滲的情況 色滲的情況 我覺得也很少 好 再看看室內的 一個近攝的情況 這個近攝的情況 你看看 那個標籤有一點浮凸 那個質感也能出現 這個也不錯 看到為什麼好像有些水珠 酒瓶 不好意思 那些是假酒 所以看到 是 有些水珠 在那裡 還有一個是酒瓶 看到 紙是稠稠的 放大看 哇 連印刷文 都能看到 真是 誇張 這支鏡 雖然說是四光圈 但因為夠近的話 後面的虛化 都很明顯 還有一個酒瓶相 看到 這些 凹凸 印刷 那種質感 是很出色的 OK 看看 這個是 加了 眼鏡版的 Google 之後 最近的 近攝 這個0.5米 距離 對下去 看到 就是這個範圍 這部是M機 無論是M8 M9 也好 只要有一部M機 大致上 都不會有很大的區別 大家心中有數 這個尺寸是多少 這個是0.76米的距離 拍出來的尺寸 這部換了近期版的MACCO Adapter 是對得近很多的 和之前那個 這個是0.5米 這個是0.5米 這個是數碼版的Adapter 距離方面 會再近一點 這個是加了Adapter 之後 最遠的距離 好 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Lasso 9 有兩代 一代 和二代 但是影像質素 大家相差太遠 在這裡 就不做一個比較 至於體積方面 這裡可以看到 兩者的差異 都幾多下 而在重量方面 第一代 是340g 而第二代 黑色的話 是240g 而銀色 是320g 相對第一代來說 都是輕了20g 因為你的銀色 是黃銅打造的 所以在手感方面 是有不同的 只要配搭 一個近攝眼鏡Adapter 就可以拍到0.5米 那全部的M相機 都可以用的 無論你是菲林相機 或者是數碼相機 都可以 那可能你會說 現在都數碼年代 用Range Finder 對焦 會不會其實有些多餘呢 那在這裡 我又講講少少少的好處 第一就是用了眼鏡去對焦 不是用電子對焦的話 在流暢性方面 是有所加強的 基本上是一個零延避的狀態 在不需要用Live View對焦的時候 就增加了相機的續航力 很多鏡頭 縮了下去 就會從尾部打開出來 但這一支是不會的 縮了下去 是平底的 這就減少了 鏡頭在相機內部份的碰撞 有時候這個感覺 都幾令到人不舒服 那這一支鏡頭 就沒有這個憂慮 同樣的光學設計 其實有兩個版本 現在這個版本 是早期版本 叫做11629 是當時在2003年 是設計給菲林相機使用的 後期出了一個改良版 就是11670 後來的版本 主要是針對數碼相機 加了一個特別的Adapter 當你的頭縮下去的時候 是影響到無限遠的 而將前部份伸出來 是影響到最近距離 這支數碼版本 是可以縮進去的時候 是會鎖住的 在使用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了 其實早期的版本 同樣都可以用這個Adapter 只不過是伸縮的部分 是不可以鎖住的 這支鏡頭不重 和可以縮短 攜帶方便 拍到最近的距離 是0.5米 上機吃先就沒有難度了 適合一般旅行 和日常使用的 都非常全面 那你有沒有考慮過 擁有這支鏡頭呢 歡迎你在留言板留言 如果你想擁有的 請輸入1 如果你不想的 請輸入2 影片到這裏就結束了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